我們這次的提案是大和小溪齊都宮 那基本上我們算是一個藝術單位 只是我們是由藝術行政所組成的藝術家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單位會來關注這件事情 其實是從2011年我們跟一位藝術家 就是吳瑪麗老師合作 然後所推出的樹莓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那原先我們其實只有針對在樹莓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樹莓坑溪這一條溪流 但是呢就是在2015年發生一件事情 是我們發現樹莓坑溪上游在施工的時候 它是由農業局管理的 但是呢同一條溪流水利局卻不知道上游正在施工 所以呢當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我們才知道說整個台灣溪流 它其實每個流段的管理單位都是不一樣的 那而且呢它的水泥化情形也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也因為樹莓坑溪環境藝術行動 接觸到非常多的台灣河川的社群 然後呢也接觸到水利單位 或者是一些工程顧問公司 那我們慢慢的去了解到整個溪流 或者是河川社群 他們在關心河川議題的時候 所會遇到的問題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呢 當工程開始施工的時候 附近的河川社群才會知道 他們所關注的這條溪流 準備遇到這樣的一個工程化的狀況 那我們希望說呢 就是透過這次的一個計畫 我們可以設計一個工具 然後呢就是從電子的 政府的電子採購公報網這邊 擷取資訊 當它所關心的水系 然後呢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工程 要發包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主動通知這些河川社群 也就是說這些河川社群 他們不會被動的去接 就是不用被動的去接收 就是然後接受這個工程的結果 而是他們可以主動的訂閱水系 那為什麼會特別提出水系呢 主要是因為台灣的河川 它其實溪流非常的密集 然後他們的上中下游 其實都有它的水系的關係 但是呢如果比如說淡水河 大家可能不會知道淡水河上面 到底有多少支流 但是這些支流它的健康程度 然後它的實際 比如說施工狀況 污染狀況 都會影響到淡水河 所以呢我們提出用水系的方式 然後讓這些核酸社群 他們可以做一個更系統性的追蹤 好那我們實際的製作方式呢 我們就請另外一位同事說明 那目前我們 這就是我們目前規劃的一個 執行的流程 就是當今天有一個單位招標的時候 它應該會被 上傳到政府的一些標案網 比如說電子採購網 電子採購網之類的 那目前會打算使用那個 Round1的API 就是去 它有一個很好用的API 可以獲取這些標案資料 就用觀點字去做手續 那目前我們規劃 使用全台灣所有河川的名字 做為觀點字 那這個也還在收集 反正就是用所有河川的名字 當觀點字來收集這些資料 之後 我們就可以初步的 從各個不一樣的河川 然後分出 就是每條河川底下所屬的一些工程標案 那再進一步的 我們目前有希望是 可以把這些資料 直接上到Wiki去 那這個也還在討論 因為Wiki那邊有一些是 就也有他們的一些限制 這樣 為什麼會想要到Wiki 是因為如果後續 比如說 有訂閱這些河川的這些社群 他們如果想要針對這個資料去做更進一步的修訂 或者是去添加東西的時候 Wiki會是一個 我覺得Wiki會是一個滿寶方式 那目前還有 在這個步驟之後 我們預計 目前也許是 就是單純透過河川名稱之類的 去定位 就是工程的位置之後 然後我們會產生一個地圖的頁面 那在這個地圖頁面上面 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就是在同一個水系 他的工程的上下游的關係 那這樣然後再去通知 有訂閱這個區域的使用者 那這個使用者 這個使用者就是可以 在他被通知之後 也許他可以去做一些實地的一些探訪 一些調查之後 也許可以對我們進行一些回報 就是可能現場施工的照片 或者是他接受到一些問題 那我們也會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直接提供 就是上級單位的聯絡方式 所以從使用者回報這一步 應該是要有辦法直接回報給 可能透過 其實政府本來就有全民督工的一個管道 那也許透過這類管道 直接回報給上級單位說 這個施工是有問題的這樣 那所以 因為目前的標案資料 他其實比較難追溯到往年的施工 那包括說他也不會在同一個水系裡面 所以我們希望去整合這樣的一個資訊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平台建置起來之後 他可以做為一個研究的工具 他也可以做成一個標案搜索的一個工具 他可以提供給就是河川的使用者 他們去追蹤說往年的工程 比如說上游做什麼事情 中游做什麼工程 那他們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這樣一個工具型網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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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